今天我們的主角可以說是日系策略角色扮演遊戲 也就是SRPG的始祖 火焰之文章的最新作品 火焰之文章《風花雪月》 作為SRPG的老字號 火焰之文章已經有29年的歷史 新作《風花雪月》也繼承了系列的傳統 有策略性的回合制戰鬥 玉城玩法和內容豐富的故事 官方事前的宣傳重點 都集中在這遊戲的新主題《校園生活》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五年後的劇情 這遊戲開始不久 玩家就會進入修道院做老師 修道院有三個學級 分別為青獅子、黑袖和金綠 三個學級其實也代表著來自三個勢力的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都是所屬勢力的未來同僚 而主角也就是說玩家就會選一個班級去培育 三個班級的學生和勢力都各有特色 整個遊戲無論是男女角色都富有美力 選教哪一班的時候 實在是令我想起小時候玩Pokemon的時候 簡餘三家那種感覺 而官方在發售之前的另一個宣傳重點 就是遊戲去到某個時點 就會跳到五年後的劇情 到時三個班級的學生 就必須為各自的勢力而戰 再配合火焰之文章入面 各式戰死不可復活的傳統 隨時就要請舊同學吃霞衣的飯俠 首先我們說回校園生活 也就是遊戲的前半部分 雖然這遊戲的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的玩法幾乎是沒有分別的 但前半部分我就認為是這遊戲體驗最好的一個部分 原因這個部分實在充滿著欲成的樂趣 玩家會在修道院作為一個老師生活 平日就教書 weekend就自由行動 月尾就帶學生去打仗 就這樣陪著你的學生度過風花雪月 各位玩家空降修道院之後 人生老不熟 這時候當然要打通天地線 好好認識一下這班學生 跟他們搞好關係 每一個學級都有七個學生 三個學級加上就二十一個 再加上修道院的職員也有十幾個 整個遊戲玩家可以交流的NPC就有三十幾個 一開始就真的花多眼亂了 但是這遊戲厲害就厲害在 每一個NPC都很有個性 充滿特色 在遊戲中玩家可以跟NPC建立支援度 支援度同時也是跟好感度成正比關係 玩家跟NPC的支援度 就由C級到A級 跟異性角色甚至一些萬能插數 還可以去到S級 支援度由C級到A級 每升一級都會解鎖一段 大約三分鐘的日常對話 除此之外每一個NPC 又會跟十幾個左右的其他NPC 有兩至三段的劇情對話 這遊戲本上是傳語音進行 這個是日系遊戲少有的投資 而效果也非常之好 因為有配音的情況下 玩家又可以用多一個觀感 去感受角色的魅力 這一點也吸引到玩家 投放更多的心機 去辱成一眾的學生 正所謂春有百花秋有月 下有涼風 東有雪 風花雪月一池本身是用來形容四季景色 但不知道在何時開始 風花雪月就開始跟花天走地扯上了關係 在修道院內自由行動時可以做的事有一大堆 由釣魚 種花 拿素材 再煮飯 去追求女 找其他老師互相交流 強化自己的能力 再去追求女 借著唱勝師 去追求女 邀請女兒來個 可以Online一對一激情對話即時發牌 說到底就是追求女生 整間修道院其實都是一個蜥肉學員 你也可以男女腦亂都不放過 你肯定這隻不是Gear Game 所以這裡的風花雪月到底是四季景色 還是花天走地呢 起碼修道院內就真的看不到四季變化了 而平一課堂時間 玩家就可以決定學生的學習方向 每一個學生都有他的強項和弱項 那位人師表的玩家就要了解學生的特點 去發展他們的才能 角色的培育自由度算是挺大的 如果玩家有耐性的話 可以把法師變成劍士都中得 魔法劍士 公騎士 黑白魔法雙修等等的練法 是完全沒問題的 講到轉職方面 都是有點不滿的 比如角色職業分為初中上 最上 四個等級 初中上級都是很有特色的 但去到最上級的時候就會發現有些上級職業 是根本沒有一個最上級版本的 那譬如握斧頭的虎手 如果你要練到最上級的話 要不你就要用相對能力大幅上升 但弱點變多了的飛行類 飛龍將領 要不就用坦很多 但也都低迴避的重裝騎士 但就不存在真正最上級而有無助騎的DPS虎手 劍士去到最上級 基本上就一定是魔法劍士 是沒有最上級的純粹劍士 或者開發者覺得最上級 就一定是Fusion兵種 更加有些角色 最上級的衣服是肉酸過上級的 即是說其實它數字上是變強了 用在玩法上也是變強了 但看起來就沒有變強了 這一點令我育成時 經常都要為了實力去放棄外觀 是非常之不爽的 去到實際玩法方面 大家就不要以為可以 好像當機戰一樣玩在開無雙 起碼開無雙的難度 在這邊會高一點 火焰之文章裡面 大家需要了解自己每一個單位的特性 還需要注意敵人的攻擊範圍 因為一個走位失誤 就可以導致學生陣亡 所以戰術很多時候 也需要坦走前面削血 兼引敵人接近 敵人接近之後 再由DPS一勇而上清他一波 越玩到後面職業 越多玩法就更多了 譬如幫著飛馬帶回防戰盾 就可以單兵掃蕩 攻守和魔法師 戰鬥除了有挑戰性 還跟肉城互相緊扣 這些可以說是SRPG的好廣樣 而在經年模式下 學生陣亡就等於他的永久死亡 聽起來就很Hardcore 但其實也不算 一來玩家可以教成 角色不會死亡的輕鬆模式 二來就算在經典模式下 角色死亡 玩家都可以用新系統 天黑之默動 天黑之默動就是時間回數能力 玩家可以選擇 回到整場遊戲任意一個時間點 無論是上一個角色行動的時候 還是上一個玩家回合 都完全沒問題 這個能力一關就可以發動幾次 去到後期還可以發動十次 所以基本上真的挺難玩死你的角色 在天黑之默動這個系統之下 本作可以說是最容易的火紋 當然喜歡難度挑戰 你可以試試Hard mode再加經典模式 等第四關的黑騎士教你做人 至於五年後要跟你的同學 小小兵容相見這一點 老實說玩家上來是沒有想像中那麼有感覺的 因為在校園生活部分裡面 往往你有了解過的角色 有投入過的角色 都是可以滑角到你自己的班房裡面 這樣的話 五年之後基本上就不需要殺你喜歡的角色 也就是說五年後你要親手殺那些 基本上都只不過在你滑角完之後的那些送頭送尾 殺上來真的沒什麼感覺 遊戲肉城成份充足 它富有策略性的戰鬥也都很令人享受 以遊戲的核心部分來說 火焰之文章風花雪月是沒有什麼好挑的 但是我們在遊戲的角柱 都可以看到各種存在感很強烈的瑕疵 首先就是Switch的機能不足所衍生的問題 TV模式底下角色鋸齒問題嚴重 背景仔細看就覺得好像指板一樣 但你轉成變攜模式 UI和字體又太細了實在是不變觀看的 前者就是對機能問題的妥協 後者也不可能要製作組做兩套UI給你 前期校園部分當中 三個勢力的劇情重心雖然不一樣 但他們要打的關卡基本上是真的重複得很離譜 譬如三個學級的模擬戰 不管你用哪個學級去打 你開場站的位置都是一樣的 做不到三個勢力三個角度的效果 關卡和浴城是互相緊扣 但這遊戲是做不到用關卡去表達故事 就好像關卡有關卡打 故事有故事說 這樣實在有違了SRPG的精神 相對於前期的鋪戰 後期的故事明顯是很趕的 故事分成四條路線 但有些路線玩完都不知道故事的真相 而可以挖角學生這個設定 導致後期的時候大部份學生都是可有可無的存在 可以說是自由的代價 五年後大家依然是以修道院為據點 但相對於劇情的變化 修道院視覺上和功能上的變化也是不夠的 令人覺得相對於劇情修道院就好像平衡世界 而很多職業由初級練到最上級 戰鬥演出都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聽名字 你可否想像到劍技裏面 裂擊、一刀兩斷、魔法劍這些技能的演出都是一模一樣的 幸好戰鬥演出是很短的 遊戲節奏都很快 所以這點才沒那麼明顯 那些角色所帶的士兵騎士團的存在 只不過是對角色能力加成 還有給他們多一個技能 講到尾就是武將打架士兵方法 騎士團技能演出也都來來去去那幾款 有時明明效果和範圍都不一樣 但講到最後就是全部全部一起衝過去 不過要改都是改戰技的問題先 這遊戲玩了六七成左右 玩家就已經可以轉職成最上級的職業了 那除非你玩到要一個角色練幾個最上級職業那麼誇張 如果不是角色的陣容很快就會定下來 那到時浴城要素基本上就剩下 拆咩和提高能力值 所以這遊戲後期的浴城快樂也大減 更加不要說升咩時的亂數配點了 不過今次火焰之文章成功在故事後半的四條路線都引入了不同的主題 各個風格各異 由黃道風去到黑暗風都有 要跑均四條線才可以了解故事的設定 也都令人好想一直重玩 考慮到遊戲的故事內容比較多 就算你說它前期資源重用比較多 後期部分路線又比較趕 也都沒有辦法掩蓋本作核心玩法的成功 所以火焰之文章風花雪月以五星為最伏 個人會比1.5星的 在遊戲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製作團隊的野心 有著200小時以上內容的風、花、雪月四大故事線 重則又重量的角色群 彈性的難度、傳統的核心玩法 對比前作大改的畫面 作為Intelligent Systems第一部在Switch上開發的作品 絕對是向玩家交足功課無愧於心 同時在這遊戲中 我們還是隱約的看出現實的無奈 主機機能、資源、時間等的限制 加上新的開發環境都妨礙了風花雪月走上神壇 但如果你問我這遊戲值不值得買 我會告訴你 我認為這遊戲實在是值回票價 那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我先回去跟女學生喝茶 拜拜 請教人 唉呀 請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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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人